嗯 行不行 真的脆 現在更脆 對 兩個好一隻 差不多 我買較便宜 是嗎 我覺得現在更脆 好吃 真是比方 我 我是Kip Mac 我從事烹飪工作 達十五年 開初我在幕後工作 做食物造型和寫食譜 然後跳入幕前工作 因為婆婆媽媽 都很喜歡煮食 她們很厲害 蠔油自己煮 蝦餃自己煮 腸粉自己煮 媽媽最大的興趣 就是看烹飪節目 和烹飪 當時的女性 就是以家為主 所以煮得一手好菜 我覺得我在她們的影響之下 她們放了很多食物的種子 在我心裏 我心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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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和婆婆都會 時時聚在一起 通常都是做月餅 也試過包餃子 最初是媽媽一個人做 她是很小規模的 一張桌子 和一個很小的焗爐 但後來 因為街坊喜歡吃 那就越做越多 婆婆都一起做 我們兩姐妹一起幫忙 我們會比較輕鬆 我們會打鹹蛋 我們會磅皮 磅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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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都負責包餃子 我很記得 有時我們都會幫它撈皮 我們那時撈皮 就沒有木筋 我記得媽媽會買一些 拿牛奶瓶 喝完新鮮奶的牛奶瓶 就讓我們在撈撈撈 因為那個數量實在太多 打鹹蛋 變成一個大盤 兩個大盤都不夠 於是媽媽就捉了我們去廁所 打完之後 就在浴缸那裡 揭開 那些蛋白就會掉進浴缸 只要一個黃 很開心 因為在廁所裡 可以玩一下水 我很記得在浴缸的情景 我媽媽做的月餅 她是用她自己的方法做 她不是跟師傅學 她是一本食譜書 找到回來的 你見到那本食譜書 由頭到尾 只有一頁骯髒 就是月餅那頁 可能她壓力度不夠 因為沒有跟師傅學 所以以我印象裡 那個月餅 沒有什麼紋的 脹筋筋的 就是一個 正方形的餅 切起來的時候 是脆皮的 因為它是脆皮的關係 脆皮 熱吃的時候 是非常之好吃的 有一次我看到 不知道是否 因為爸爸公司 送了一盒很漂亮的月餅 哇! 那些印很深 那些紋很漂亮 小時候就覺得 這麼漂亮 一定很好吃 很想吃 但一試一口 笑了一下 我覺得 嗯! 小朋友的味蕾很敏感 嗯! 不同味道 這樣? 就覺得很濃味 就發現 咦! 我也是喜歡吃媽媽的 那種 脆脆脆 脆的 甜甜的 那種餅 所以在我印象裡 媽媽的月餅 未必是世界上最美的 但是 一定是 我覺得最好吃的月餅 怎麼做 你去找的 記號 衝一顆 記號 記得是你的 蛤? 你搞得別人變成這樣 不漂亮啦 哈哈哈哈 你來做什麼搞啊 那次 要不然她忘記了 我記得 我最小 最收場的就是我 那好吧好吧 想看最新 Iphone消息 即上Gadget Guy Facebook Pag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